台湾现在当我们只剩下美国这条线的时候 我又是处在两个劣势 第一个我国家的力量处于劣势 第二个我国家的地位处于劣势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我们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柬埔塞 他们在联合国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简单来讲柬埔塞菲律宾这个国家 它的经济再烂 它了不起社会不安定 它不会亡国 不会亡国 你记得它不会亡国 台湾搞不好会亡国的 为什么 因为两岸是一个内战问题 因为美国也不认为你是一个国家 美国只是帮你是一个内国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蔡英文她为了她的生存 就百分之百的靠美国 所以说台湾是所有东亚国家 印太国家里面最愿意配合美国的 对对对最愿意配合美国的 现在再加一个国民党又是表达说要最亲美的国家 现在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两个竞相作为美国的马前组 哇塞那完蛋了 第一个台湾没有一股力量去反制它 你要知道台湾当美国的棋子没有关系 就像越南菲律宾去当美国的棋子 日本韩国没有棋子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联合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人家打他的话违反国际法 两岸发生战争以后 美国可按国际法不能出兵了 因为你要尊重别的国家的内政 大陆说台湾是我的一部分 那美国只会叫一叫而已啊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台湾有多重困境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所有东西把自己的安全 压在美国的身上了 问题是你的地理位置压不过去啊 你的身体在别人旁边啊 那怎么办啊 所以整个就陷入 我刚才讲台湾就变成一种精神 身体是撕裂的 我们天天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我们要亲美 我们要亲美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九二共识没有了 全部都是要亲美这方面 可是讲来听的没有九二共识以后 石板玉也迈不过去了 经济又越来越糟糕了 然后呢问题是你 你又没办法真正做到台湾不是中国人了 因为那正是现实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被撕裂了 所以我们的年轻这一代最可怜嘛 他天天被教育成台湾不是中国人 天天被教育成我要亲美 天天我教育我不要跟亲中在一起 可是你的所有的经济 你的观光 甚至你的网路上的朋友 甚至你加拿大陆发展 你都必须跟他走在一起嘛 因为你的地理位置塑造你的命运 对地理位置塑造你的命运 是 是 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不要互联到地理对一个人的影响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但在催眠 我们老百姓 民进党在催眠 国民党在催眠 国民党在催眠 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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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亲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怎么亲 人家没有叫你亲啊 人家只是叫你扶扶在地上 随便给他指使啊 今天美国的立场很清楚 反正你台湾就是一个棋子 我今天要怎么用你 我考虑一下我到你去作战 把大陆给拖垮了 对我比较有利 还是把台湾卖给大陆 对我比较有利 当这个决定没有办法做出来以前 有一件事情美国是一定会获利的 讲漂亮叫做你要有自主的防疫能力 讲不好听一点 我叫你买什么就给我买什么 对 你所谓的这个巷战 所谓的不对称战争 不就是要把大陆带到 像乌克兰那个困境里面去 让这个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是啊 没有错 都这样子嘛 所以说你今天台湾的政治人物 哇塞 我也是会很难理解啊 智商怎么这么高啊 你会去相信人家会照顾你的未来 还是其实他们都很清楚 清美对中华民国有利 清美对国民党跟民进党有利 后来思考其实它真正的因素 清美对于我的权利是有利的 你就有答案了 所以说清美不是因为对中华民国有利 也不是对台湾有利 也不是对民进党跟国民党有利 清美是对于他个人的权位 跟他的利益有利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了啊 我刚才只有这个答案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老师讲的 其实最近我们也做了很多类似的非议 就是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从不同的历史脉络去切入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看看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你怎么会 怎么会把想说清美当成是一个政策 我很难理解啊 老师你知道我最近有个感受 之前你有提过 其实你跟李宣伟副总统的说法 其实某一种程度有一定程度互通 但是有些核心不一样而已 差不了多少 对 其实观念核心就是什么 要让台湾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 这个渲涡里面 我应该倒过来更好地讲 就是我们台湾 我常常讲这个概念 我们要让台湾的存在 对于亚洲地区是有利的 对于世界的和平是有帮助的 就真的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 我们对自己来讲 真的像一个香格里拉一样 我们把自己真的成为一个东亚的乐土 就真的有点像 但是我跟你讲 我对李秀莲的东西非常理解 对 但是李秀莲有一些关键 他过不了 有时候我再跟他谈张亚洲 跟李秀莲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看到我们伟大的朱主席说 亲美就是亲自由跟民主 这个逻辑我比较不接受 我刚刚讲 你只要谁跟我平等相处 我就跟谁交往 今天沙烏加拉伯够不够民主 不民主不自由 可是我们建高速工的时候 沙烏加拉伯怎么帮我们 我们在跟沙烏加拉伯断交的时候 我们的大使馆 沙烏加拉伯不准交给中国大陆 韩国跟我们多好的朋友 也是民主自由 我们跟韩国断交第二天 把我们的大使馆就交给中国大陆了 双向远 双向远是没有 差点拿不回来 韩国做的最绝就是韩国 俄罗斯人家在911的时候 还派了一个探险队来帮我们忙 对 他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基本上他是不是民主不重要 他跟我好对我好才最重要 是不是跟我平等相处才最重要 各位照外交这样去思考逻辑 我们外交一个很重要的干涉 不干涉别人类证 我跟你交往 是因为你跟我交往 对我可以有利 跟我好 你共产 你民主 是你家的家务事情 可是你跟我交往的时候 是平等交往 我们互相得到好处 我就跟你交往 这就是外交往 对 台湾这几年来 整个这个到西方去受教育 几乎99%都相信西方 自由个人主义那一套 个人主义那一套 强调多元 强调要分散 强调不可以威权 不可以什么东西 秩序不重要 多元比较重要 秩序代表保守 自由民主都重要 可是他们完全忽略一点 西方的自由是什么自由 资本自由 我告诉你没有资本家哪有自由 对 对不对 你穷人你自由给我看看 你没有钱去打官司打给我看看 法律是保护谁的 我们最近最有名的官司嘛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这讲的是有道理 可是打官司的时候 结果不是人人平等的嘛 对不对 你有本事打就花钱嘛 所以你要知道西方 你再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谈这个 西方的民主自由 由所有东西建立在一种资本主义的一个世卫逻辑来谈 对 他凡事是资本主义啊 其实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啊 当然全球化我刚刚讲贸易规则是强权制定的 是啊 当我资本家的时候一定全球化东西好卖好打 为什么美国当年那么推WTO 那其实就是一个当代最大型的黑船事件嘛 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大门都撞开啊 没错啊 因为我够强所以我撞开就你赚了 2005年为什么杜哈回合以后不再谈全WTO了 因为每个国家一票啊 那个小国家越来越多了 他打不过了 所以他就要另起如灶 对不对 搞别的组织出来了 为什么让这个所谓世界银行跟IMF可以活得下去 因为里面的投票机制有所谓加权的 美国永远是最多 靠钱的 我告诉你 记得我张老师跟你讲的 所有的规则都是强权所制定 而强权不会去制定一个对它没有利的规则 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呢 输入剩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